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郑立康两个月前透露 政府有意建设首座太空发射站 他今天也如约公布了太空发射站建设可行研究指南 当中罗列了八大面向 让申请者可以事先参考 只是部长对这项目非常保密 无论是潜在投资者或者是发射站 将在哪里设立的诸多问题 那部长一概守口如瓶 只是说要先评估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郑立康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公布太空发射站建设可行指南 里头有八大面向 可以让有意参与建设我国首座太空发射站的申请者 自行评估 但纵观这整份指南 其实并没有明确列出所有条件 例如申请者需要多少资本 建设规模等等详情 相反的只是概括一个笼统概念 无论如何部长披露 太空发射站除了预计能为政府进账百亿令吉营收 当局更放眼发射站建成后 有望构建起一个生态 让我国逐步掌握自主造火箭的能力 然而当记者询问有关太空发射站的选址 以及具体有谁表达了投资意愿 部长却是以尚未定案为由 三间七口 至于发射站将耗资多少 占地多广 也是没有个定案 部长说要归于市场需求而定 当然也要似乎评估结果 同厂的航天局总监阿兹里卡米尔也补充 发射站的范围可以只有区区十公里方圆 也可以达到六千公里 当中存在不少技术考量 我在这重申 这个火箭发射站 它主要是一个私人的一个initiative PFI 主要是说主要是私人融资的企业 郑立康预算 一份评估大约需要几个月 加上环境评估报告 整段审批时间将长达半年左右 八度空间 张康奇 吉隆坡报道